吴妈如往常一样给老爷太太送早餐 可敲了很久都没任何回应 于是她就推门走了进去 然而她做梦也不会想到 里面的场景差点没把她给吓死 很快 别墅前就拉满了警戒线 知名企业家郑天成及妻子宋卓芳惨死家中 不少记者都已经文讯赶来 整个小区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房间里 法医和横检正在勘察现场 宋卓芳满头是穴倒在化妆间里 死因是头部遭到重创失血而亡 凶器疑似就是地上的古怪铜像 奇怪的是 上面没有任何指纹 赵天成是死在床上的 她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看起来就好像睡着了似的 具体死因还得带回局里解剖才知道 吴妈已经在这个家工作了二十多年 据她叙述 郑天成夫妇昨晚深夜才回来 到家后两人就直接上了楼 由于郑天成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她便将热牛奶和药送进了房间 因为郑天成打小就嗓子演戏 安眠药都是磨成粉放进牛奶里喝下去的 送完牛奶吴妈就去睡觉了 睡前还吃了点感冒药 睡得特别似 再加上她在地下室 郑天成夫妇在三楼 所以她压根没听到任何动静 从郑其口中了解到 那座怪铜像是郑天成请回来的 因为她爸一直想要个儿子 于是就请回来一个宋子铜像 还特意挂在洗漱间里 随后 警方又问话了郑天成的哥哥郑天林 以及宋卓芳的妹妹宋兰芳 两人都说郑天成夫妇的感情很不错 是夜内出了名的模范福气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警方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经过现场勘查 铜像上没有发现指纹 牛奶杯上有郑天成和吴妈的 药瓶子上只有郑天成一人的 此外 屋里也没有外人入内的痕迹 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宋卓芳却系铜像砸死的 而郑天成体内有高浓度的安眠药成分 是服用过量安眠药之死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 虽然案件存在一点 但目前尚未找到支撑他杀的证据 所以关于案子的定性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郑琪很不解 就算铜像意外掉落砸到妈妈 应该也不会立马死亡才对 另外 爸爸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安眠药 对于这些问题 郑琪心中满是疑问 这时 他手机收到一条神秘短信 内容是一段录音 我怀孕了 这条短信是谁发过来的 怀孕的人又是谁 他会不会和爸妈的死有关 想到这些 郑琪更加觉得事情有蹊跷 他赶紧找到许队 说出了心中的怀疑 而许队此时也已经有了些眉目 法医深度尸检发现 宋卓芳的头上有两处钝气伤 如果是铜像意外砸落 不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还有铜像上面没有任何指纹 这点也说不过去 那个化妆间并不是宋卓芳专用 家里人都可能有意无意碰到铜像 从而留下痕迹 可是现在上面却什么都没有 显然是有人刻意清楚过 案发当晚 屋里只有吴妈和郑天成夫妇 许队已经仔细盘问过吴妈 她没有任何作案动机 因此她怀疑是郑天成杀了妻子宋卓芳 然后再服药自杀 郑琪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可能 在她的印象中 爸妈很温爱 爸爸怎么会杀了妈妈呢 郑天成一死 整个集团陷入了群奴无首的状态 可高层们此时却忙着争夺股份 他们形成了以郑天林为首的郑家派 以及以宋蓝芳为首的宋家派 双方唇枪舌战 都想瓜分更多利益 虽然会议上没能吵出个结果来 但郑琪却意外发现 秘书罗欣月的声音 和那条神秘短信里的狠像 难不成她就是那个怀孕的人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 郑琪一路尾随罗欣月回了家 并拿出那段语音质问的 面对铁证 罗欣月不得不承认怀了郑天成的孩子 对于郑天成夫妇的死 她说和自己无关 她保留这段录音不过是想争取利益 至于是谁发给郑琪的 她也不清楚 罗欣月还告诉郑琪 郑天成的床伴多得很 而且她为人心狠手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如果真是她杀了宋卓芳 那一定是宋卓芳挡了她的路 郑琪毕竟还是个大学生 听了罗欣月的解释后 她毫不怀疑地掉头就跑了 但从罗欣月的表情可以看出 她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第二天去上班的路上 罗欣月拨通了郑琪的电话 经过一整晚的思想斗争 她决定将自己知道的都告诉郑琪 谁知还不等她开口 一辆面包车就静止将她撞进了医院 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一个假医生潜入了病房 网调瓶里打入了一管神秘事迹 没一会 罗欣月就陷入了昏迷 等到医生发现时为时意外 罗欣月的死让许队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一场大阴谋 因为医生说她只是些皮外伤 内脏根本没问题 而现在突然间变成这样 许队觉得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遭人灭口 很快 郑天林被逮捕归案 警方在罗欣月的手机里 发现两段录音 一段是郑天林对她的威胁 另一段是她自诩案件的真相 原来 一切的罪回祸首就是郑天林 最近集团公司正在筹划上市 可宋卓芳却坚持要离婚 如果不答应 她就闹个天翻地覆 这个当口一旦出现任何负面消息 对于公司而言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于是郑天林鼓动郑天成痛下杀手 并承诺事后由她来处理 至于郑天成是不是自杀 罗欣月也不知情 经过审讯 郑天林承认自己是幕后黑手 罗欣月也是她买凶杀害的 但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郑天成 她矢口否认伤害过的 难道郑天成真的是出于压力自杀的 一个月后 郑琪再次收到一条神秘短信 内容是一张她家的照片 寻着照片 郑琪找到妈妈的卧室 挪开那块面板 里面竟有一个暗格 暗格里面藏着一个老箱子 箱子里有一些老照片和妈妈的日记本 日记里记录了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 宋卓芳有个初恋男友叫小海 两人原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郑天成横插一脚抢走了宋卓芳 结婚之后 宋卓芳也想好好过日子 可渐渐的 她发现郑天成就是个混蛋 不仅花天酒地 还逼迫她在人前扮演恩爱夫妻 为了女儿 宋卓芳一直默默忍受 但现在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 她也想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于是就向郑天成提出了离婚 谁知这家伙死活不同意 还威胁宋卓芳要是敢乱来就杀了她 宋卓芳忍无可忍 是要摆脱这个恶魔 案发当晚 吴妈送来牛奶后 她趁郑天成洗澡的间隙 偷偷往里面倒了大量安眠药 想制造一场用药过量的意外 只是她没想到 郑天成对她也起了杀心 从预示出来 她看准时机推倒铜像砸向宋卓芳 随着一声惨叫 宋卓芳倒在了血泊中 看到她还一吸上存 郑天成抄起铜像又狠狠给了她一下 杀完人后 她仔细清理了上面的指纹 然后往牛奶里倒入了 比平常多一些剂量的安眠药 想将自己伪装成睡得太死的假象 可惜千色万色没算到宋卓芳也想杀了她 喝下这杯牛奶 郑天成也一命呜呼了 这对夫妻真是极品 就这么相互把对方给杀了